今天和周昇說一些娛樂新聞 不能夠評論案情 不過也可以從周星馳和于文鳳的官司裏面 看到香港豪宅的高高低低氣氣落落 其實原來不是一買就一定有錢賺 那些官司就涉及那間 曾經有提過的那間屋就是天秘高 其實案情裏面有講過一些細節 這間屋譬如三億二周星馳當日買回來 和本地的家族合作 賣家是黃坤 黃坤當年還用了一個創世紀 兩間最美的樓一起賣光 其實這間屋都有些 剛才我們大家未開麥克風 交流的時候 你講過你對這間屋的一些風水上面的看法 我不是風水 因為我是一個統計學生的看法 不是風水 是很邪 黃鐵一夫 黃坤 黃坤 其實審拔都不是提出退休的 而周星馳 我看報紙都看到 好像都是 好像近期不是很好 說他按樓 按樓一定是事實來的 因為是客觀指標的 但可能是按樓買股票的 假設食物之類 按樓周轉 但問題無論 按樓都不是一件好事 始終的話 可能他有很多錢 李嘉誠你沒有按樓 對不對 所以搭樓風水 而且現在又有官司 我覺得車似乎就不太好 不過這間屋其實都幾經波折 之前你說的就是一個審拔大班屋 匯豐 後來八千多萬買給黃坤 賣了給黃鐵一夫 對 八千多萬買給黃鐵一夫 然後 幾億買給黃坤 黃坤就三億多 但是黃坤 黃坤也是最後 這間屋釀回來的時候 是三億二 他都要輸錢 是 就是賬面上 看成交價 這間屋其實都是香港很指標的一個豪宅 但是那個上上下下 幾手業主都是一般的做的狀況 是啊 那樓屋這些是很奇怪的 很邪的 有些順風順水 李嘉誠這間屋就好 李嘉誠隔離的屋就不好 除了鮑玉江之外 這間屋 我們說回天秘高 其實他在山頂 位置很好 看得很遠的 當年我記得 和田一夫買了那個時候 還有很多記者上去採訪 他在那個露台位置 帶一些記者去看的時候 很讚美香港的夜景 第一 匯豐當然要多漂亮 匯豐 香港的真正領導人 馬會匯豐拿瘋 香港的真正領導人 港督都排第四 但是第二 匯豐第二 就是他這樣高調 叫記者上來的話 多數都好下場 不知道為什麼 有黃坤其實都高調的 所以沒有說話長 黃坤其實可能是這間屋 其中一個最有想法的人 周星馳那條拳 他想出來的 因為這間屋最初 他想拆五間 最後周星馳拆了四間 所以黃坤其實才是這個 之前匯豐帶班屋的刀手 沒錯 那麼漂亮 如果給我就不捨得拆了 但是問題就是 為了錢也沒有辦法 如果給我有錢 就不捨得拆 如果沒有錢 我都要拆的了 你都覺得對 因為這間屋 可能大家都沒有什麼大印象 其實這間屋的屋地 差不多是四萬多呎 在山頂來計 都是少有的這些大地盤 是建一些低密度的 但是這樣 其實山頂 其實之前都 政府官地就流標了 是不是其實看到 香港山頂的樓價 其實真的是 如果你是肯給的 就真的高高的買出 但是如果市場一不就的話 其實是幾 都幾計 全部紅額都是 因為他那個民輝道的地平 那個政府 政府 什麼那裏 那四百多億 那是天文數字 如果你不得了 你很難 就是你如果 如果讓我做 property的話 我一定是做那些三四百 一定要做世界樓 因為去得快 如果你要做那些豪宅 周時你可能是 即是去回大同新村時代 很久才買到一間 豪宅很久才買到一間 你的錢都責住了 很多時候你現在 現在之所以為什麼去到什麼呢 因為你會計制度 你是mark to market 即是說你那間公司 那間屋起好之後 你就去入帳了 你沒有cash 你就不行 你那間屋起好之後 你已經賺了錢 在帳目來講 所以就變成了 整件事就很扭曲 那你自己看 其實豪宅那個市道 是不是都很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其實我前一陣子 都收過兩三個 就是那些 看到兩三個廣告 那些豪宅的招租廣告 原來現在淺水灣呢 三脾氣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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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 700呎 有沒有這麼便宜 當然有 三萬送貼 海景 小小海景 這麼多海景 小小海景 淺水灣是很客人住的 淺水灣是 你不可以太小的 你小樓出不出的 當然不可以 現在五六萬 你可能租到千多呎 現在樓又租到 紐洲時樓都沒有 八百多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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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多 五萬 即不是五萬多 那房子是不是跌了那麼多 都不是 因為淺水灣很欠人 淺水灣很欠人 小樓很欠人 你覺得八百多尺 可能是 類似藍灣花園 好像有八百多尺 如果說七百尺的話 譬如說 Bleachside 只有七百尺 Bleachside 那個位置很漂亮 但問題是 你七百尺 真的沒有人租 而且單身女生 單身女生 隨時會被人爬上去強姦 那就不好 所以 保安不夠好 保安 你有懷疑 一太偏偏 如果我住就沒有所謂 如果我一個人住 那就沒有所謂 那就去 但是 有很多的 其實 那個叫Bleachside 我很喜歡 那時候 賣都是賣 應該是三萬二三 未必兩萬多 我想賣都是賣 一千六萬左右 什麼時候 很久 兩三年前 兩三年前 不太久 現在跌了 現在還跌了 原來周顯 對淺水灣的樓價走勢 以及哪些屋營 最受歡迎他都這麼有研究 下次我們再找其他地區問問他